好,大家晚安 我現在在台北市成都路跟中華路口 那麼今天晚上我想帶大家來走一趟這個今年的台北登節 然後我們從西門町出邊開始往北門那邊走 然後等一下再走回來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這個路口是一個很大的一趟丘 好,它現在綠燈了 我們現在先到對面去 我們今天就先從中華路的東側 然後出發 然後那個中山堂 然後待會預計六點半的之前可以走到北門 那麼六點半,北門會有一個光雕秀 希望我們可以趕得上 那麼歡迎現在正在收看的朋友 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即時的一起來參觀2018的台北登節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根是寶慶路跟中華路口 這邊有一個是原山大飯店所做的這個花燈 叫做杜蚊花仙子 現在天色還蠻亮的齁 那不過應該慢慢就會天黑的齁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過馬路 到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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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喔 是 橫陽路跟中華路口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前櫃 中華新館的前面 那這邊開始就有 有 一些各式各樣的發展 的客人 我首先我們好像看到這個叫做 狗旺德福 Wonderful 狗旺德福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星光晶寶 好 站坐 我們就直接來走進去 那 很可愛的 好 因為今天是狗念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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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一些 床圍是什麼 燈 可以抽獎 今天就不抽獎齁 好 慌慌過新人的 闖荒活動 我們直接以看花燈為主 那我們看看前面 這邊 前面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郵局的前面有一個燈泡 閃爍的這個 是一個 以保城門 就是西門 的造型 來做的一個 很巨型的一個花燈 好 看一下 待會我們再走進去 那個中山堂皇廠看 好 現在看到這一個 這個就是 摩尼 以前 保城門 就剛我們前面那個 那個 保慶路跟中華路口那個地方 保城門 就是西門 跟城牆還在的時候 的一個樣子 好 這是由 燈泡所 直層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 有點像北門 但是 他的那個屋頂是雙層的 跟北門不太一樣 那很可惜 西門在日本時代大概 1900年左右就已經被拆掉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寫保城門 三個字 就是我們的西門 好 這是 在這個郵局前面這裡 那我們現在 看看我們從 從 這個 旁邊這裡 好 現在 齁 要在六點半之前趕到北門齁 然後 看北門的光雕秀 所以我們是 有非常快的速度來走齁 現在 這邊走進來 左邊就是 中山堂齁 那右邊是 以前的 立霸百貨這一棟齁 現在 走進來 現在叫做德立莊酒店 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 攀飯 前面有 台灣神神皇廟 搭建的一個舞台 上面是有演出的 這邊 這邊 布志成已經有夜市的感覺 好 這也是 天色已經開 已經黑了齁 所以現在 花燈看起來會更漂亮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 在武昌街 一段的 台灣神神皇 這邊有 他搭建的舞台齁 這邊會有 表演活動 還有 猜燈明 目前活動還沒有開始齁 所以 舞台上現在還沒有任何的表演 好 那我們現在過來 這邊是有一些 猜燈明的燈明卡 可以去拿下來 就是可以看看上面有題目跟答案 然後 然後 請 請鈴的這個舞台旁邊這裡就是 學生的作品 就是這次的台北燈節裡面的一些 學生作品 那去年也是有這樣子的作品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 這一個作品就是在台北中山堂的前面齁 我現在在鏡頭前面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台北中山堂 那 來我們從這邊來看 這真的就是 那個 走 怎麼講 走馬看花齁 就很快速的 這樣子來看過 大家有空的時候就可以 自己來這邊慢慢的走齁 那我今天是 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帶大家走一趟完整的這個 2018台北燈節的 活動區域 國小組 像這個 也不行太黑了 熊讚 太黑了 太黑了 其實我蠻喜歡這種 算是傳統的花燈齁 蠻漂亮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現場就已經有 蠻多的民眾 在參觀 一起拍照齁 對 好 好 好 這好像 掉在這裏齁 有點淒涼,這件事還沒有複製完畢 然後 今天下午有分享過照片 一隻很像狗的熊站 牠的鼻子漸漸的耳朵也是很大 小狗狗在那邊 這也是學生的作品 所以各式各樣都有 還蠻有趣的,想起以前我讀書的時候也都是會做花燈 那今天當然是狗年,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是狗的花燈 都還蠻好看的 當然除了狗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動物 看這個剛剛過的雞年 還有猴子啊,猴子跟狗在一起 還有熊啊 這一整車都是狗 觀光巴士的狗,漂亮 這邊還有海底世界啊 這個應該是魔鳥 那些人長 這邊有 珍珠奶茶 代表了台灣文化 牛肉麵 有這些燈籠,滷肉飯 當然還有少不了熊站 這邊看到這邊叫做 台灣美食,旺旺旺 今年最常看到的 祝福的話就是旺旺旺 因為就是狗叫聲 我們現在看完了這一隻 前面是武昌街一段 我帶大家看那裡 因為這邊有那個 城隍廟 台灣省城隍廟所 搭的一個 燈泡隧道 他把每一年都差不多都這樣做 近好幾年的 很漂亮 因為前面那個武昌街跟 這個 重慶 南路口 台北城 台灣省城隍廟的地方 所以他這邊前面 就是他們 等於是他們負責的區域 每一年都會 等於是要幾年前 都會佈置得很漂亮 像這樣子 那因為今天 時間會比較趕 我就 不特別走到台灣省城隍廟那邊去 我們直接 在這個路口看一下 整個武昌街 所佈置的這個 可以把它叫登海吧 就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 走過去 你看我們在這邊 現在這邊是 沿平南路 其實 可以看到遠方 可以看到北門 等一下我們就是在 六點半之前 要趕到北門那邊去看光雕秀 那因為周跑路上還有 一些其他的花燈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邊走出去 這邊是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以前的 南署 日本時代的 南署的所在地 然後 這邊還有 市警局的刑事警察大隊 然後我們現在走這邊 很漂亮這個 走這裡的時候 抬頭看一下 今年的這個 燈是這個 五彩繽紛 很漂亮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大家來逛的時候 不用像我這樣 這麼趕 可以 慢慢的 慢慢的散步就可以了 因為今天我是希望能夠 哎呀 剛剛露了一個東西 走到這邊 我要走回去 因為 那個 這個是非常 旺的一個祈福的燈 有沒有看到 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對面 很漂亮齁 剛剛如果我們從中華路那邊 直接 走過來 沒有進到中山堂的話 就是會經過這一 這一對大燈籠 非常好看 我們看看他另外一面 這就很有 元宵節的感覺 很傳統的一個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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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面燈籠上面 的圖案也 好 值得細細的品味齁 大家開不下來 好 大家看完這個 我們現在就繼續 往北走 好 我們現在 剛剛這個叫做 祈福生子燈 沒有寫 祈福生子燈 好 剛好綠燈 我們繼續 往前走 然後看到這邊 就是 武昌街 就是台灣市城隍廟所佈置的 好 看一下現在時間 18分 好 我們加快腳步 這個是 我們的友邦 聖騎斯及尼韋斯 所製作的花燈 滿好看的 這是有電動的 這是日本他們所製作的花燈 就是 很漂亮 道後溫泉 道後溫泉 有看那個 身影少女都知道 道後溫泉這個經典 我記得那時候去 道後溫泉 大家都是看說 喔 身影少女就是畫在裡面 這是 日本他們所製作的 這個 花燈很漂亮 把它會動 好 我們再往下走 好 我們接下來就快要走到 漢口街口 好 這棟 現在演起來 這棟大樓 在 50多年前 1965年的時候 是 第一百貨 第一股份有限公司 的 所在地 結果我們 就是 換成它叫 第一百貨 今天在Facebook又有分享 50年前 在第一百貨 的一個 花燈展覽 那這個是 韓國 韓國 這次 所提供給我們 台北燈節的一個 花燈 後面那個應該是 韓國的那個 千人塔吧 好 韓國西門市場 大秋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這邊還有 就是長的 跟花燈一樣的 這個 可以在這邊拍照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 但也少不了這些攤板 接下來到達 這邊是 有影音街之稱的漢口街 好 試聽也迎接 那麼前面 可以看到 在開封街口 有一個 電動天橋 電動天橋 上面就有一個 這兩天的媒體焦點 陳化成將軍 好 之前是 達斯克巨人 從綠色的達斯克巨人 變成 紅色的 陳化成將軍 好 就 裝置在 這個 電動天橋的 中間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過 看口街 應該是直南吧 進 這裡 這裡 這裡是 有幫荷蘭 他們所製作的 花燈 好 可以看到代表荷蘭的 郁金香啊 風車啊 木血 好 這個就 可以馬上一看就知道 這是荷蘭 代表 代表荷蘭的文化 好 繼續往下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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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橋上的是 好 代表 以前的那個 清代的 守護 台北城 的一個 將軍叫做 陳化成將軍 好 陳化成將軍 我們現在是 叫做守城巨人 這邊有寫 守城巨人 陳化成將軍 待會去北門看 光雕秀的時候 也會有 飾演 陳化成將軍的 演員 出現 這邊我們就很快的 上座 看 上座 好 等一下回來 是我在走尖角上面 我們現在先往 北門前進 看一下 現在時間 還有七分鐘 還有七分鐘 就是 那個 北門那邊的 展演區的光雕秀要登場 好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對面 我們現在是在中華路的 東 東側 對面西側也是有 很多的花燈 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 往南走的時候 我們就會走 對面西側那一邊 這邊可以看到是一整排的 紅白色的 花燈 很傳統的一個燈籠 長形的 橢圓形的燈籠 也很漂亮 沒有view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攤販在 也好 吹糖啊 捏面的一些 傳統的 藝術的東西 我們就即將要抵達北門廠 那這次在北門廠廠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一個裝置 花燈的設計 我們等一下走過去來為大家介紹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在北門廠廠上有一些用線條燈管去勾勒出小狗形狀 小狗形象的這個燈 那有幾十隻吧 就是還是十幾隻 就是環繞在這個北門廠 感覺就是有很多小狗在北門的周圍奔跑 那象徵一個活力台北的一個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走進北門廠廠 然後待會可以看到一個聖火台 是之前四大運的聖火台 那這一次又重新把它在北門廠廠上組裝起來 那待會也會配合那個北門上的光雕秀 一起有一些演出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 鏡頭前面的這一個高高的這一個聖火台 就是之前大家還記得 陳金鋒 集出一球 打到聖火台 把那個聖火打到這上面去 就是這一個聖火台 現在是還沒有開燈 還會等一下 六點半光雕秀的時候 它就會亮起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目前這邊都是暗的狀況 點燈點燈了 這邊可以看到有很多 用燈管去勾勒出 小狗形象的這個裝置 那現在請問 還有四分鐘 三到四分鐘 六點半這一場的那個 北門閃演場的光雕秀就要開始 好我來繞著北門走一圈 北門我相信大家都對它非常熟悉 北門正式的名稱叫城恩門 是以前清代的台北城 位於北側靠近西側的一個城門 是那個時候從大道城的這個商人往來 民眾往來要進城 就是從城恩門這邊進了 進台北城的 以前現在的中校西路以前就是 台北城的北側城牆 以前台北城的城牆 就是現在的中校西路 中山南路 愛國西路跟中華路 這四條三線道 大道路就是以前的台北城牆 好我們現在來我們現在來繞到 那個北門的南方南側這裡 也就是沿平南路跟博愛路交會的地方 來準備住主欣賞 待會六點半要開始的光雕秀 好已經很多人都已經準備好stand by在這邊了 睡覺好像沒有 我一天睡覺就很好 我一天無限遠的好像 有之前都會坐的那些都OK 現在好像不夠來 現在開始了嗎 那開始了嗎 沒有去旁邊就好了 18分鐘 還有兩分鐘 那邊可以看到台北車站 然後再來是台北郵局 然後再來就是 國外路 然後是沿平南路 那邊可以看到台北車站 然後再來是台北郵局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這邊中華路在中條西路 然後比較遠的地方是 以前的鐵道鋪 台灣總督府鐵道鋪 就是後來台北 過了一個地方 然後現在將會做為鐵道博物館 好應該要開始了 我們就請二位 跟我一起進行一個很厚 黃雕秀的開始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海外的包吻 哪有看到海外的包吻 是一個很大的包吻 平板的包吻 跟海外的包吻 所以說幾個包吻 今天有多司機 但是來到海外的包吻 相當地的包吻 大概... 大約五十分 才能一台 可以會izar給一台 美國拍檔 現在十分 三十分了,三十分了 應該要開始了 恩愛農場,你有去過嗎? 恩愛農場 恩愛農場,不行啊 聽說在拉拉山吧 對啦 恩愛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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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可以看到 光挑秀 很像是從後面 這個高台上面投射出來的 安心 先對著 高壓 夏天 曉得 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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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山 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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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不能用 Flevang,我希望是 glauben我狗你最怕好, 即中有通光美用, 諦 Often念不舍 particular, ministry labreat Analysis 以 Hoy,女學 guevang, means the fengdale ginger semanas, そんな風格花 fray효, screaming, 為名字bung,maker такую夏晚, 生んだ結 explosive, 焦點怎麼樣asses personal呢? 採取了甚麼聰明? 我有些藏你之前! 只要 available to us, 你有個幫助教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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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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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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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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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